怀胎十年 我以为他会生下哪吒 又或许是 生下哪吒的平方 结果不是肉球 也不是肉球 Pro Max 睁开双眼 是从未见过的地方 荒谷仙玉 君家 空中一道轰鸣 天降祥瑞 君战天一声怒吼 天有我君家 生出麒麟儿 侍女传来消息 夫人生了 是个男孩 君战天听闻 立马转过头来 快抱出来 我瞅瞅 被抱在怀里的君逍遥一脸猛 自己这是穿越家出生了吗 君战天抱着手中的孙儿 爱不释手 就在这时 两道光芒闪过 两位祖老一左一右互相感叹 怀胎十年 终于生了 不得不说 哪吒来了 都得叫生大哥 两人正准备抱抱 却发现了孩子身体的异样 没想到会是荒谷圣体 可惜了 因各种姻缘忌悔 胎儿感受天地 催生出各种体质 好约三千体质 荒谷圣体 在三千体质可排前五 圣体修炼有成 可于大地争锋 但进古时期 祖老在一旁安慰 虽然这孩子难以修炼 但以君家在先遇的地位 让他过上世俗皇帝般的好日子 也不难 君逍遥难受 穿越 还附带不能修炼 这就是传说中的废材流开局吗 可谈出的系统告诉自己 显然不是 千道拿神器 成为大地不是梦 君逍遥立马确认 金色传说 开局暴击奖励 大成荒谷圣体一句 就在他还在疑惑 怎么获得奖励的时候 身体突然动不了了 两个老灯也待在原地 预料之外的情况 三人皆是一惊 一道光芒从他体内迸发 枷锁环绕着君逍遥 就在越是 桎梏体的锁链 一条条断裂 光芒万丈 闪瞎狗眼 用来当夜间的小手店 最合适不过了 而他身体的高闪 似乎带来了更厉害的现象 轰隆一声 万圣朝拜 君站天看着空中的情景 无以复加 祖老们也是惊得说不出话来 君逍遥被举在手中不知所措 君站天还沉浸在喜悦中 他孙儿 这是有大帝之姿 君逍遥害怕 不知道装逼遭雷劈吗 这话可不心说的 天生打破枷锁的荒谷圣体 简直闻所未闻 太古祖龙朝出了一位龙傲天 就沾沾自喜 这一下可得打脸了 听着他们这么吹 搞得好像已经无敌了一样 感觉有危险 说着说着 几人发现 还没给孩子起名 君站天第一个想到 不如叫长生吧 两老头一脸嫌弃 听起来就烂大街 有够俗气的 就在三人激烈的讨论中 君逍遥的母亲姜柔走了过来 觉得还是逍遥合适一些 承仙容易逍遥难 只希望五二日后逍遥一生 君站天神色一变 的确 承仙容易逍遥难 这是他说过的话 祖老在一旁安慰他 君无鬼是白衣神王 也许他没有陨落 只是困在了什么地方 君站天点了点头 但愿如此吧 与此同时的君家墓园 发出不同寻常的声音 随着声响越来越大 牧原的守卫慌乱起来 老祖宗的棺材板 快要压不住了 不是大号穿不起 而是小号更有性价比 著名的麦克阿瑟曾经说过 老号玩得索然无味 不如重新建的星号 君站天认为 逍遥是大成圣体的事 如果传出去 后果非同小可 应需一起联手 隐匿君逍遥身上的圣体波动 两位族老点了点头 君家的敌对势力不少 木秀于灵 封闭催之 君逍遥点了个赞 说得很好 猥琐发育不要浪 商量完毕 几人准备开始 三人合力 念动口诀 一道光芒闪过 君逍遥的四周浮现出符文 漂浮在空中 是一种失重的感觉 正进行到一半 突然传来一声爆喝 法术被终止 几人一惊 这股力量很熟悉 下一秒 膀子就被劈开了 当时我难过极了 三人站在原地 不明所以 君逍遥被一个老头抱起 此人正是十八世祖 三人见状连忙行礼 十八世祖皱起眉头 我君家后人 何时做事 需要如此遮掩 难道连一个孩子 都保护不了吗 君逍遥看着眼前的老头 犯起了脸忙症 一个个都长得差不多 他已经记不住了 君站天在一旁解释 这么做 是怕今后有人 对孙儿不利 世祖眼神一凉 话放这了 谁要是对这孩子不利 他不介意掀起一场不朽战 杀他的天翻地覆 不朽之战 是不朽经道统发起的世界大战 战则天翻地覆苍生迭血 老祖的意思 是要出死官护这孩子周全吗 在几人震惊的目光中 老祖给了肯定的答复 死官 是先遇最顶尖的修士们 摸索出的一种极端的修行方式 以官果合身 彻底隔绝外界 成则破官而出 败则封关埋葬 先天达成荒谷圣体 这是天赐君家的神子 是大气欲 日后君家的所有资源 都向这孩子倾斜 另外 授予这孩子零号序脸 老头们满脸震惊 君逍遥满脸猛逼 设定太多 啥都没记住 君是一族人丁兴旺 族人可达万人 其中 有十个特殊的存在 可以得到老祖授予的序列 拥有序列 意味着拥有争夺家主之位的资格 而有一人可以凌驾于十个特殊存在之上 号称下一代家主 那便是零号序列 上一代零号序列 正是君逍遥的父亲 白衣神王 君无悔 两人觉得有些不妥 每一位序列都需经历无数考验 出生就获得零号序列 如何服众 要是有人不服 日后 白夺便是 这个他不管 君逍遥难受极了 这就把棋子插满了 躺平不好吗 就这样 在微风中凌乱 也不知道无悔知不知道他的孩子出生了 就这么飞了一会儿 浑身凉嗖嗖的 系统正是盯的一下弹出 新的签到地点已经刷新 请前往签到 君逍遥看着屏幕上的字 陷入了沉思 老爷子走得很安详 没有一点痛苦 三年后 君逍遥三岁了 关于他的消息 也是越来越火爆 君家 君逍遥正讲解着一些知识 修行最初是肉身净 共有五大境界 只需天才地宝运养 便可大成 其后是神葬境 一有五大境界 神葬五境大成后 便可聚灵海 凝神功 化真灵 君逍遥一脸好奇 那突破神葬境 需要多久呢 君逍遥告诉他 普通人五年 天交三年 至于你 或许一两年就够了 可君逍遥有种感觉 他随时都能突破 君逍遥听闻 让他运功看看 气息运转 君逍遥的周身发生变化 不一会儿 他就入定了 君逍遥不禁称赞 不愧是自己的孙儿 可下一秒 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君逍遥直接连破两境 没有半点凝制 君逍遥一动不动地盯着他 有些不可置信 就这么一小会 居然连破五境 突破完毕 君逍遥长出一口气 他兴奋地告诉君逍遥 自己成功突破了神葬境 君逍遥原地飞升 孙儿能如此 此生无憾了 这就是荒谷圣体的威力吗 太离谱了 紧接着 君逍遥为了庆祝逍遥 突破神葬境 准备送他一份礼物 问他想要什么 君逍遥尴尬 这才来多久 哪知道想要什么 然后他想起了 牵到任务的太月鼓碑 君逍遥哈哈一笑 没人比他更了解太月鼓碑了 他本事处立在荒天仙玉的 一座石碑 只要向他发出攻击 就能检测肉身强度 后来被挖了回来 放在了君家斗舞场 宫后被弟子检测肉身 君逍遥点了点头 好家伙 还挺近 然后 他就扒着君逍天 让他带自己去看看 既然自己突破了神葬境 那应该也能检测了吧 君逍天一把将他抱起 说走就走 斗舞场上 一个女子站在鼓碑面前 观望了一会儿 掌心汇聚力量 深吸一口气 攻击准备 一掌拍出 震天惊掌 轰得一声巨响 气息回调 攻击结束 鼓碑上浮现数字 观战的路人 在一旁窃窃私语 这么年轻 就能达到15万斤 分家树出的女孩 还挺有名的 这时 蓝青雅走了过来 她是第十序列 君杖剑的追随者 一开口便阴阳怪弃了一波 拥有七巧玲珑心的君玲珑 将来注定成胜 怎么比起上次 才增长3万斤 君玲珑不想理她 一句话没说 扭头就走 可蓝青雅不依不饶 听说君玲珑拒绝了 杖剑的邀请 故意来找查 君玲珑觉得 那人实力不错 就是气量小了点 不然也不会放任你过来 找我麻烦 蓝青雅气的直抖 说着就准备教训她 结果法术还没打出 就被君玲珑抓住了手腕 就这二两种的骨头 还是好好在家待着吧 在两人还在争吵的时候 一道声音传入耳中 君霄瑶出现在了两人身旁 君玲珑震惊 这孩子就好像凭空出现一样 她居然没有发现 君霄瑶触碰到骨碑 系统提示迁到成功 她是刚刚三岁的神子 本以为会有人反驳自己 结果是 自己想多了 太阅古碑的千道奖励 是六星的神像郑玉静 这样看来 上次的荒谷圣体是八星 也不知道最高是几星 就在这时 蓝青雅朝着君霄瑶一声怒吼 这不是小鬼该来的地方 君霄瑶扭头看去 一脸不爽 直接自曝大明 天地公 君霄瑶 众人闻言一惊 是惊动十八世祖出关的孩子 看见人群躁动起来 蓝青雅有些不知所措 下一秒 就被君霄瑶按住了脑袋 同时拜见神子 蓝青雅头一扭 这货肯定是故意的 紧接着又连忙请罪 围观的路人还没反应过来 接着一个个跪在了地上 君霄瑶就这样站在前方 本以为会有人质疑她 结果等了半天也没有 她看向古碑 能测试肉身强度 既然来了 不是是可说不过去 像之种类 变化万千 巨像为右 化为龙像 龙像为青 化为原像 原像为壮 化为神像 神像镇玉镜 轰的一声巨响 传遍武斗场 烟雾飘散 太月古碑抖了抖 浮现出一万金三个字 众人面露惊骇 君霄瑶一喜 没想到不调用灵气 也有这种威力 是个好东西 可下方的讨论声 传入了自己的耳朵中 三岁能这样 挺不错的 不能对孩子要求太高 总之 就是配不上神子的身份 君霄瑶暗自一笑 等的就是这些话 这样才有意思 就在这时 一股强大的气息 覆盖全场 蓝青雅十分惊讶 就连仗剑公子身上 都没有这种恐怖的压迫感 既然大家觉得不过瘾 那就使用全力 给你们看看 一声巨响 再次传遍武斗场 君占天在空中 看着下方的情况 只听见咔嚓一声 整个骨杯 轰然碎裂倒塌 路人惊呆了 君霄瑶一脸尴尬 这不会搞砸了吧 这石碑应该是个宝贝 这一下怎么收场 突然 破碎的石碑中 升起一股烟雾 再创万古极境 刺天道奖励 紧接着 一道光芒 飞入了他的体内 君占天来到他身边 向他解释着万古极境 在过去的时间里 没有任何人在这个年龄 比你的肉身强 没想到这么快 就碰到了林海静的门槛 不过刚刚那招是什么 在哪偷学的 君霄瑶委屈巴巴 补杯被自己弄碎了 君占天一脸无所谓 可君霄瑶觉得 缝缝补补 说不定还能用用 听完 君占天哈哈一笑 君家不差 这个宝贝 说着 就准备回去 给他讲解林海静的法门 而这时 君霄瑶突然挡在了两人前方 君占天满脸不悦 强烈的压迫感 让他几乎说不出话来 下一秒 他单膝跪地 表示自己愿意奉神子为主 请允许他成为神子的侍从 君霄瑶待在原地 出乎预料的情况 爷把你揣兜里 你把爷揣钩里 美色面前 亲情显得廉价了 君霄瑶跪在地上 愿意成为君霄瑶的侍从 一时激起千层浪 路人惊呆了 蓝清雅更是不敢相信 仗剑公子亲自招揽 他都拒绝了 这是当众打他的脸吗 君霄瑶有一丝丝的疑惑 他跳到地上 来到了君霄龙面前 问他为什么 君霄龙一呆 没反应过来 他又问了一遍 为什么想成为自己的侍从 虽然下跪的时候 声音不大 但能听见周围全是惊叹声 他们说 你是天之娇女 天生蹊跷玲珑心 若不陨落 必定成胜 既然注定会有一番作为 又何必追随 君霄龙不明白 他是真不知道 还是在考验自己的忠诚 被他一反问 君霄瑶更混乱了 君占天在身后解释 他作为分家子弟 不论是资源还是人脉 都少得可怜 若他想往上爬 就必须和主家攀上关系 说完 还不忘夸赞他的眼光好 君霄瑶在心中感叹 幸亏自己投胎投得好 了解完毕 君霄瑶可以答应 不过 你得给我端茶倒水 洗衣迭背 无聊的时候 还要陪我玩 君霄龙猛圈 感觉自己应聘了个老妈子的职位 不过君霄瑶表示 只要他能做到 就给他想要的一切 听完 君霄龙大喜过望 立马答应了下来 紧接着 君霄瑶被举起 发号指令 回天地宫 猛圈加剧 这也算在工作范围内吗 君占天满脸不服 举高高 难道不是爷爷的特权吗 君霄瑶尴尬一笑 比起满身肌肉的老爷爷 肯定是小姐姐更棒啊 君霄龙满脸担忧 明天不会因为左脚迈进大门 被逐出君家吧 另一边 蓝清雅正火急火燎地 前往君杖剑的闭关处 这件事必须尽快通知 过了一会儿 终于到了 一座矗立在群山中的一风 她有些担忧 咽了咽口水 刚踏进一步 就有一柄飞剑挡在了前方 一棵大树上出现两道身影 告诉蓝清雅 杖剑公子正在闭关 不要去打扰 蓝清雅十分着急 这次是大事 君逍遥那个小鬼 打破了万古极境 就连君灵龙都追随了她 要赶快通知杖剑公子 两侍从满脸不屑 肯定又是去挑衅君灵龙 被打脸了 回来找公子哭诉吧 蓝清雅一怒 你是想打架吗 就在这时 一股气息从后方的山峰传来 一道光芒从山峰中飞出 此人正是君杖剑 蓝清雅顿时化身舔狗 一边是保姆师妹子 另一边是关爱自己的爷爷 当然是选择妹子了 君杖剑一出现 蓝清雅就扑进了她的怀里 委屈巴巴地向着她告状 那两个属下拦着我 不让我见您 真是太可恶了 君杖剑一个手势 两人瞄懂 自伤二十个嘴巴子 她宠溺地看着蓝清雅 还有谁惹你不高兴了 这么委屈 都怪那个君灵龙 她追随了一个非常嚣张的小鬼 名字叫君逍遥 简直没把你放在眼里 听到这些话的君杖剑眼神一变 吓一名 轰的一声 两名属下惊呆了 真是被惯坏了 被打出去的蓝清雅 还没反应过来 整个人狼狈不堪 惊讶 难过 不理解为什么 君逍遥 无悔足书与江家神女之子 还颇受十八世祖重视 如果惹到她 自己的第十序列位置 可能会丢掉 得去赔罪才行 另一边 君战天满脸黑线 君逍遥打着哈哈 真是没看出来 逍遥小小年纪 还挺会聊 有了小姐姐 就不要爷爷了 君逍遥立马凑近 这是哪里的话 人家永远是爷爷的青青小宝贝啊 君战天一脸恶心 跳过了这个话题 问起了她 今天在太岳古碑使用的招式 君逍遥表示 这其中有一点小机缘 招式叫神像镇玉镜 君战天没听过 总之就是很厉害 据说炼刀大成 还能化身太古神像 召唤地狱之门 驱使地狱妖魔为我而战 君战天听个云里雾里 这么厉害 不会走火入魔吧 君逍遥觉得应该不会 君战天也没多想 总之再努力就行 等你十岁时 会举办一次生辰宴 到时候 荒天仙玉的诸多势力 荒谷世家 无上大族 全都会来赴宴 等到那一天 我们会向整个仙玉 公开你零号序列的身份 属于你的时代就要来了 君霄摇咽了宴口水 这就是紧张感嘛 系统忽然冷不丁地出现 提示了新的迁道地点 可是这是十岁宴 还要等七年 这跨度也太大了吧 迁道的规律到底是什么 就在她还在沉思的时候 君灵龙突然出现在身后 表示君杖剑求见 心脏骤停了一会 君灵龙有些无语 不是你说 把这当自己夹的吗 君霄摇尴尬 好吧 你说得对 不过她从没听过这名字 不知道对方是谁 老妈子在一旁解释 蓝清雅追随的公子 与您同族 算是族兄 可是她连蓝清雅是谁也不知道 可以提起声音吵闹的小女孩 君霄摇就立马想起来了 不知道对方的来由 那就只好会会了 屋外 君杖剑一开口便向着 君霄摇道歉 蓝清雅冲撞了足弟 今日特意带她来赴京请罪 还望足弟大人大量 饶了这小丫头 可在君霄摇眼里 这根本就不是赴京请罪 而是在给她下马威 她是一个大傻春 不让下属得罪别人 自己却得罪得不要不要的 两人面对面做 开启面谈模式 招待不周 还望见谅 君杖剑一脸嫌恶 这臭小鬼 居然把君灵龙荡端茶倒水的丫鬟 两人就这么尬着 直到君霄摇开口 足兄打算一直让她跪在这马 君杖剑一笑 既然是赴京请罪 如果足弟饶了她 那自然不会让她 继续在这丢人现眼 茶杯被放下 我这个人哪 从来不计隔夜仇 如果有人得罪了我 我会当场打回去 所以你不用打着 向我赔罪的名列 满足自己的特殊癖好 君灵龙受过严格的训练 无论多好笑 她都不会笑 除非忍不住 她让两人继续 不用在意自己 被如此嘲讽 君杖剑怒意更胜 既然君逍遥不好开刀 那就只能挑软柿子捏 说着就要嘎了 蓝青雅给她赔罪 剑光直尺 墙被打碎 攻击延伸到了屋外 蓝青雅被君灵龙一把救下 救完还不忘数落她 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 仗剑公子 剑人被救下 君杖剑有些不满 事情发展如此 君逍遥也不打算再客气 在天地宫直接动手 足兄是在挑衅 君杖剑冷汗直冒 这都是误会 足弟贵为君家神子 我又岂敢冒犯 君逍遥将桌子一掀 这话说的可不太让人会相信 君杖剑本以为她很好对付 没想到如此麻烦 君逍遥右脚蓄力 轰个一下踢出 将君杖剑踢飞数米远 他怎么也不相信 这会是三岁小孩的力道 没骗你吧 如果有人得罪了我 我会当场打回去 择日不如撞日 正好切磋切磋 加进兄弟感情 如何 您不会不敢应战吧 君杖剑怒目言争 简直欺人太甚 可他立马又冷静了下来 不论怎样 我都年长些 所以只出三分力 若赢了我 我便将这原天至尊令送你 当然 你若胜不了 最好还是为你施力的行为道歉 原天至尊令 君逍遥没听说过 君灵龙在一旁加密通话 说这是个好东西 既然他提了出来 那就把令牌薅过来 这令牌可能与传说中的 至尊力藏有关 君逍遥听着他继续讲解 至尊是指那些 站在荒谷仙域巅峰 不朽不灭的存在 你说这种大能留下的秘境 盛情款待 那我就确知不公了 君杖剑一阵恶寒 情况好像不太妙啊 没想到 最终坏我道心的 居然是扭来扭去的一坨 君杖剑有些不可思议 自己是老了吗 堂堂君家第十序列 人人公认的天才 居然会被一个三岁的小鬼头压制 而且他扭来扭去 让君杖剑觉得很恶心 君逍遥扭完还不忘给他鼓励 加油哦 足兄 君杖剑轻轻爆起 越看越想揍他 两人的鄙视 很快吸引了许多观众 有些觉得是欺负小孩 有些人却觉得不一定 直到刚才 杖剑公子一直被压制着 他深吸一口气 不能被牵着鼻子走 既然是十八世祖倾定的绳子 必然有过人之处 不能太过拖大 应该认真些 眼见的路人看了出来 君杖剑准备使用的是紫皇剑诀 用着对付一个三岁的孩子 不太合适吧 难道真的说不起 君杖剑一个白眼 你们根本不知道 这个小鬼有多古怪 待他一出手 便是蓄日九剑 直逼君逍遥 紫皇剑诀在军家主卖 也属于上层攻法 九道剑气交织成网 令对手难以逃脱 不过应该没什么关系 君逍遥黑黑一笑 君杖剑还没反应过来 手中的剑就被打掉了 这怎么可能 自己的剑 飞了 人还在呆滞中 君逍遥一声嘲讽 右脚颈跟上 踢得还是脸 咚一声 瞬间爆炸 天空中飞舞的是牙齿 还有那拔凉拔凉的自信心 他倒在地上 君逍遥从他头顶越过 元天至尊令成功到手 系统跳出提示 检测到关键道具 新的签到地点刷新 元天至尊密葬 君逍遥一喜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另一边 君玲珑正帮着蓝青雅包扎 嘴里还不停念叨 你整天念叨的杖剑公子 修为也算不上翘楚 人品也不咋样 别再相信他了 直到说到蓝青雅傻乎乎 不聪明 他再也绷不住了 一下把君玲珑的手扒开 他不需要别人的怜悯 君杖剑 君玲珑 君逍遥 他要让姓君的全部都付出代价 君玲珑满脸问号 君逍遥走了过来 告诉他 这么说话 是不会有朋友的 他没明白 自己不就是实话实说吗 君逍遥尴尬 以后你哪天在外面被打了 别说我没提醒过 然后 君玲珑更加问号了 七年后 一个小女孩踏上了君家神岛 街道上热热闹闹的 令人心情愉悦 要是能遇到可爱的小家伙 那就更好了 好奇心是大家的本质 加以必要的八卦 就得到了最好的选择 神子的十岁宴 各方势力都送来了贺礼 两位侍从正准备去给神子送礼服 说来也是 神子 打小就天资卓绝 这次闭关以后 怕是要突破真灵境吧 二人来到屋外通知 屋内却没有反应 直到第二声依旧没反应 两人来到屋内 里面啥也没有 剩下的 只有君逍遥到此一游 两人立马反应过来 神子撬关了 君逍遥躲在别的地方 啃着水果 整整三年 你知道我是怎么度过的吗 吃了整整三年的壁骨丹 如果不能干饭 那修行还有什么意义 对于闭关这个话题 君逍遥认为 比起干饭 他最不能忍受的是 十天半个月不能洗澡 君逍遥点头赞同 但又反应过来 他怎么在这 原因吗 奉家主之命 捉拿撬关的神子回宫 君逍遥礼貌微笑 然后将头一扭 立马开溜 君逍遥在身后紧追不舍 再不回去 时间就来不及了 他边跑边反驳 今天 就在两人在房屋上飞檐走壁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街道上传来的救命声 君逍遥疑惑望去 那里围满了人群 一个小女孩 正紧紧抓着一个男子 男子伤到了小灰灰的爪子 小女孩要他给个说法 男子表示 自己已经道歉了 小女孩表示道歉没用 小灰灰的爪子已经骨折了 掌柜的这时出来远场 打算给他赔偿 让他放过店里的伙计 小女孩一怒 觉得他们 把自己当成了讹人的 那好 他弄断了小灰灰的腿 那就打断他一条腿 这就够了 君逍遥了解完 看样子是个刁蛮小鬼 应该还是个修士 这里可是君家地盘 胆可真肥 于是 君逍遥准备教训教训他 失胜的裹壳攻击 小女孩反应很快 没想到有人偷袭 啪的一下就接到了 可是暗器的手感怪怪的 他张开手心一瞧 立马就甩开了 湿哒哒的 实在是太恶心了 君逍遥义正词言 这就是欺负人的代价 君逍遥毫不客气 反骂他丑八怪 小女孩越想越气 身形一闪 就来到了君逍遥身边 重拳出击 君逍遥一愣 没想到还挺快 他将头一低 躲过了这一拳 看着手法 他并不是想伤他 只是单纯想出气 小女孩看着他后撤 扬言要大战三百回合 等来的却是君逍遥疯狂嘲讽 小女孩立马狂追 然后二人远离了街道 君灵龙在一旁目睹了一切 那个小女孩的文士 应该是青州江家 而且这个年龄 他的心中立马有了答案 按道理来说 他应该阻止他俩 但八卦的内心 告诉他 可以再观望观望 应该会很有意思 初次见面 就把未婚妻挂树上 说不定以后都是要还的 一人跑 一人追 不知不觉就追到了树林里 君逍遥由衷赞叹 没想到他能跟上自己 小女孩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姜洛黎 今天势必要揍他一顿 不然势不罢休 君逍遥有些烦恼 没想到救个人 却引来这么大麻烦 该怎么收场呢 就在这时 天空中生起一道烟花 十岁宴要开始了 时间有点赶 君逍遥准备速战速决 江洛黎还在疑惑 他已经动手 瞬息之间出手命中 江洛黎还没反应过来 就倒在了地上 入夜 天地宫生起一道道烟花 江家二人步入宴会大厅 丰厚的鹤里 让其他来客赞叹不已 不过也是 毕竟江家和君家世代联姻 江家也算是君家神子的母族 为首的 是江家身怀先天道胎的神女 江圣一 身旁的是江家掌上明珠 拥有圆灵道体的江洛黎 不过 这位小明珠 似乎苦太高兴 另一人表示 据说是和君家神子有娃娃亲 小孩子嘛 肯定是在闹别扭 江圣一朝着洛黎小声开口 横钉子了吧 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到处乱跑 江洛黎听完 又变得气鼓鼓的 如果再让她 横见那个丑八怪 非削她一顿 江圣一摇了摇头 你真的削得过人家吗 如果是个坏人 可就不是挂在树上那么简单 就在这时 一位少年走来 向着洛黎打招 可是洛黎压根不认识她 少年有些慌张 提起了落月秘境 洛黎才记起一点点 少年自我介绍 荒谷叶家 叶星云 可在洛黎眼里 她就是一路人 说了句你好就走开了 江圣一小声告诉她 这样太没礼貌了 但是这也没办法 她有脸忙 根本记不住大众脸 福伯在一旁有些担心 以为少爷会难过 结果叶星云是个抖M 觉得被冷落的感觉也很棒 雁慧听十分嘈杂 君战天缓步走来 看宾客已经到得差不多了 对各位表示感谢 雁慧顿时热闹非凡 对这个三岁打败 第十序列的神子 十分好奇 君战天瞧了一眼 发现来了不少 有魄力的年轻人 第十序列 君战舰 第七序列 君雪皇 第五序列 君万劫 荒谷叶家 叶星云 青州江家 江圣一和江洛里 眼见君逍遥迟迟不见身影 宾客们询问了起来 关键就是 君战天也不知道他在哪 正准备再拖一拖 屋顶一声巨响 神子闪亮登场 口吻平淡 不急不躁 君战天猛地转头 君逍遥做起自我介绍 感谢诸位前来参加自己的十岁宴 作为未婚妻 首要任务 就是要让对象保持可可爱爱的样子 不然长大了就不可爱了 君战天怒了 这么重要的日子 居然迟到 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什么 老爷子还在骂骂咧咧 将洛里的目光被吸引过来 他盯着君逍遥 这发型 这衣服 怎么越看越眼说 脑袋灵光一闪 原来是之前那个丑八怪 脾气瞬间上来了 他在下方向着君逍遥叫嚣 君逍遥汗流加倍 这不是之前那小鬼吗 得赶紧想办法糊弄过去 接下来 就是展现演技的时间 这位美丽的小姐 我们以前见过吗 洛里没说话 场面一下就尬住了 君逍遥掐着造型 没有暴露自己的慌张 洛里的大脑飞速运转 仔细观察的话 之前那个家伙 可是一个丑八怪 怎会有如此可爱的脸蛋 于是 他向前一跃 来到君逍遥面前 这位公子 想必之前 肯定是我认错人了 这下君逍遥更慌了 难不成这家伙也是个高手 可结果却并不是 洛里只是犯了老毛病 只要看到可爱的东西 就会变成这副德行 在一旁的老爷子看来 这又是另一种情况 他将君逍遥一拍 好小子 不简单啊 君逍遥满脸问号 老爷子 看两人好像认识了 在一旁做起介绍 这位 是江家的掌上明珠 洛里姑娘 也是你的未婚妻 虽然个子娇小 但她比你年长一点哦 这下 大脑彻底放空了 洛里听到后 满脸通红 十分震惊 最不淡定的 那就是叶星云了 本来在一旁吃瓜 结果瓜变成了流星 直接射穿了自己的心脏 君逍遥站在原地尬笑 不知道为什么 就变成了这种展开 都是绳子了 还逃不过包办婚姻 她转念一想 只要让这个小姑娘 讨厌自己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 于是她准备 把下午的事说出来 这时 洛里似乎是在 翻找的什么东西 她找出一枚丹药 放在逍遥手里 君逍遥有些疑惑 洛里亲切地向着她解释 不老权之水炼制的灵丹 答应我 保持现在这张脸 不要长大 不然就不可爱了 君逍遥满头黑线 不行 这孩子也病得不轻 冷静点君逍遥 不要放弃思考 一定有办法 把这个婚约推掉 寻找目标 目标锁定 就是你 君逍遥 君逍遥朝着她抬了抬手 开启了手语模式 你赶紧跳出来 说我们已经私病终身了 价格随你开 君逍遥震惊 这还是之前 那个一毛不拔的绳子嘛 但是 我拒绝 我还想活着离开这里 你是我的侍从 理应听从我的安排 对不起 我选择辞职 君逍遥没话说 好好好 这么玩是吧 明显是一副 不想看戏的嘴脸 其他的宾客 也纷纷恭喜起来 狼才女貌 天作之河 君逍遥只能接着尬笑 我们还是孩子 谁快出来救救我 很巧 叶星云拍桌而起 我不同意这门轻视 君逍遥回眸一笑 仿佛看到了救星 白月光有了未婚夫 我第一个不答应 为了留下完美的形象 我们准备比试 结果美好的形象 变成了一地尴尬 叶星云叫得很大声 他不同意这门轻视 福伯在一旁劝谏 可他哪里懂白月光 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 老爷子不以为意 君家的事 哪里轮得到叶家插手 君逍遥在这时打断了他 只身上前 来到叶星云面前 询问了叶星云的姓名 叶星云十分坦然 做出回应 君逍遥一笑 自古以来 抢轻这种事 都得拿得出实力才行 听完 叶星云明白了 他这是想找自己鄙视 君逍遥依旧面露微笑 叶星云同意 吃瓜群众躁动起来 要打起来了 有好戏看了 另一边 君杖剑向着君雪皇搭讪 听说你这次特意提前出关 就是为了来参加 逍遥足弟的十岁宴 君雪皇一脸冷漠 毕竟是三岁 就能击败你的足弟 终归是有些好奇 君杖剑没说话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不过比起君雪皇 更让他在意的是这位 君万杰 以他的性格 竟然会来参加这种宴会 宴会场外的庭院 两人已经准备好 福伯在一旁提醒 务必点到为止 叶星云点了点头 让福伯放心 这轻 他抢定了 一上来就使出了穿心纸 纸风凌厉 向着君霄遥袭来 君霄遥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等着对方过来 吃瓜群众看得津津有味 叶家的星辰王体 果然名不虚传 结果君霄遥砰砰两下 就将叶星云的右手弹开了 不过没关系 还有左手 这次君霄遥没有在应对 而是紧急避险 左躲右躲 上躲下躲 就是打不着 身形一晃 两人停在原地 叶星云气喘吁吁 公鸡再一次被躲开了 开什么玩笑 全部都被躲开了 就像一个海草一样 在外人看来 像是君霄遥在勉强招架 实际上 叶星云根本碰不到他 这下好了 不仅没证明自己 反而抬高了对手 洛黎将一切看在眼里 叶星云咬咬牙 这可不能在白月光面前出丑 他的额头泛起光芒 一圈符文出现 星辰真身附体 准备开启大招 君霄遥一愣 这个展开 怕是有点不妙 紧接着 叶星云使出吞星黑洞掌 君霄遥一脸失败的模样 被公鸡卷入 家有不孝子孙 当众怒打我老脸 可恶的臭小子 君霄遥被吞星黑洞掌卷起 在空中飞舞 虽然他的身体很强 但在这样的持续攻击下 也避免不了成为碎片 乱流中 他使出神像镇玉镜 公鸡立马就向着叶星云扑去 看到的众人无不一惊 金色的灵气 是荒谷圣体 有些路人也想起了 十年前的万圣朝拜 可荒谷圣体 不是早已变成鸡肋废体了吗 另一路人觉得 应该是君家耗费大量资源 帮助这孩子 打破了几道枷锁 可即便如此 荒谷圣体 也是众人心目中 走不长的废体 这边 叶星云和君霄遥的战斗 还在持续 状态是五五开 没有分出高下 就在这时 君霄遥突然收起了攻击 身体在空中 来了个三百六十度大翻转 叶星云一阵疑惑 不知道他要干嘛 君战天同样没看明白 下一秒 受到攻击的君霄遥 从空中掉了下来 君灵龙看出了原因 但不明白为什么 直到他趴在地上 吐出一口血 扶勃大声地喊道 叶星云 怎么能对一个十岁的孩子下 如此重手 可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那个时候 他看得很清楚 君霄遥朝他笑了一下 他当时还没明白 紧接着 君霄遥突然收手 然后就在一声声惨叫中 被卷入攻击之中 最后掉在地上 所以 这家伙肯定是故意的 君霄遥显得十分虚弱 咳嗽了两声 他让福伯不要苛责叶星云 毕竟是自己提出的鄙视 叶公子修为超群绝伦 是我败了 众所周知 荒谷圣体 已是鸡肋废体 逍遥自制奴顿 不敢耽误江小姐的前程 这婚约 还是解除为好 君战天咽下一口老血 好小子 原来在想这出 给我等着 江洛丽一脸气愤 这家伙只是单纯的嫌弃吧 他跑到君霄遥身旁 一把将他揽住 一字一句告诉他 霄遥哥哥放心 就算你是什么荒谷废体 洛丽也会对你不离不弃的 另一边 君万杰看着这群打闹的小辈 将手里的杯子给捏碎了 不愧是含着金汤池出生的嫡系 君杖剑跟着吐槽 他们不知道 要努力多久才能得到的东西 人家却生来变永了 突然 一道陌生的口吻响起 语气中充满了嫌弃 这就是 所谓的荒谷圣体 连小小萤火虫都打不过 也配号称人族圣体 君霄遥一脸疑惑地望去 君战天更是满头问候 太古龙族怎么会来 龙族身旁 是上次离开的蓝青亚 没有见到想要的结果 龙族非常不满 将提供消息的蓝青亚踢了出去 本来是听说有突破枷锁的荒谷圣体 才特地跑过来这里的 君霄遥没说话 静静地望着他 嘲讽拉满 加上补刀 最后别忘了瞎人诛心 数月前 祖龙巢 众人正在热烈庆祝 龙子大人成功融合龙园 换作普通人 身体早就撑爆了 龙浩天一脸平静 一枚龙园不算什么 他大哥早已融合炼化三枚 迟早有一天 他也要像大哥一样 有些小妖没听过 不知道龙园是什么 一旁的鹰妖告诉他 龙园是龙族至尊陨落后 遗留的血肉精华 里面蕴藏着各种天赋 神通与符文烙印 是世间绝无仅有的宝贝 小妖听完很兴奋 那不是他们都能用 鹰妖一脸尴尬 可别 一滴就能把你撑得爆炸 这时 做死兰青雅在角落里开口 融合了一枚龙园 就沾沾自喜 却不知隔壁军家 已经出了个万圣朝拜的神子 实在可笑 刚说完 老牛拍桌而起 在场中寻找着说出此话的人 然后就是啪的一下 被踢倒在地 区区人族也敢跑到祖龙朝撒野 老牛觉得 可以煮了给兄弟们当下酒菜 而龙浩天现在更关心的 是蓝青雅刚刚说的话 蓝青雅很紧张 他来这 就是看在祖龙朝和军家的仇恨上 龙子还不知道吗 军家神子生来荒谷圣体 正遇见传书 广妖荒天先遇四方豪族 参与他的十岁宴 话刚说完 就引来了众人的嘲笑声 龙浩天一声怒吼 让众人安静 一句鸡肋肺体 怎么可能得到军家重视 荒谷圣体之所以被称为肺体 是因为有天道枷锁的存在 但如果打破了枷锁呢 然后就是蓝青雅被踢下的场景 眼前这人这么弱 怎么看都不像是突破枷锁的荒谷圣体 蓝青雅在心中咒骂一声 还没掉地上 就被军灵龙稳稳地接住了 军逍遥站在前方 告诉龙浩天 在老军家的地盘 殴打军家弟子 这样是不对地 龙浩天不以为意 他可不是军家弟子 而是我的仆人 我自然想怎么对待 就怎么对待 蓝青雅咬了咬牙 没有反驳 承认了龙浩天所说的 军灵龙没想到 他居然会走到这一步 听到他们对话的军杖剑 自然是最不淡定的艺人 蓝青雅把祖龙朝的人引来 乱了军家大业 如果追究起来 恐怕自己连这个序列身份都保不住 军逍遥一脸好奇 好好的大小就不当 好去当小龙人的仆人 难道是传说中的福瑞控 场面一下就冷了下来 军逍遥尴尬的咳了咳 让军灵龙先带他离开 开始讨论军家和龙族不好的关系 尤其是在他老爹军武 回首四龙族至尊后 龙族就是军家为死敌 不过若想报仇 该来找我 只会欺负女人 这种方法实在下流 不但不威武 反而像个废物 龙浩天被嘲讽的青金爆起 军逍遥还不忘再给他补一刀 吓人诛心 身旁的两个手下 最先看不过去 立马动手 军逍遥眼神一冷 他站在原地还没动手 两名属下就已经被攻击打中 速度很快 哪来的回哪去 出手的是军雪皇和军杖剑 这里是军家 容不得你们这些泥丘撒野 新时代 是属于怪物们的 两个封批间的决斗 见他们羞辱龙子大人 两名属下立马出击 军杖剑为了把这件事处理好 最先出手 他可不想为此受到责罚 续日九剑万剑归一 将老牛解决 军雪皇寒冰骤起 冰天雪莲 破碎的冰茶子 向着鸟人袭去 两人被重重击退回去 军家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挑衅的 一旁的路人发出惊呼 这就是荒谷世家的底蕴 那两位侍从 也是太古王族之后 没想到在军家序列面前 如此不堪一击 实力如此强悍 都还不是前武 也不知军家前武都是什么妖孽 龙浩天怒目元征 真是太嚣张了 军杖剑还没反应过来 攻击已然接近 这力道 是龙族大神通 劫龙手 就这样 刚刚的一击 被龙浩天还了回来 哼的一声 长剑断裂 军杖剑被击飞 军雪皇剑撞出手帮忙 可在龙浩天眼里 实在不算什么 一个闪身 就来到了军雪皇的面前 顺势出手 带烟雾散去 他才发现 自己的手被接住了 军雪皇很震惊 这位神子比自己想象中 好像更加厉害 军逍遥没说话 轻轻一捏 就将龙浩天手上的手环 给捏断了 就是这么一下 已经让他面色慌乱 没给他反应 紧接着就是一拳 砸在了他的脸上 龙浩天后退数米 嘴角流出血来 他微微一笑 等的就是这个 这才是突破枷锁的荒谷胜体 军逍遥让军仗见 两人后退 这位小哥 是来找自己的 两人建设了龙浩天的实力 还有些担心 军战天倒是十分豁达 让两人退下 给他们腾出地方 今天是这小子的十岁宴 就让他给四方豪足住住信 两人静静地站在原地 互相观望着对方 搜的一下 消失在原地 在空中扭打起来 就像是 找到了实力相当的对手 眼里流露出满意之色 就这么你一下 我一下 在空中打来打去 叶星云惊讶无比 自己根本追不上他们的动作 难怪之前碰不到军逍遥 福伯在一旁提醒他 不要眨眼 好好看着 真正在时代顶端争斗的 不是像你这样的天骄 而是怪物 现在在你面前 就有这样的怪物 披风只会影响出招的速度 不过存在默认的规定 蓄力的时候不能偷袭 一边是龙浩天的龙泉 另一边是君逍遥的人王印 在空中打出了烟花 产生了大爆炸 气流吹到场外 卷起了风沙 没一会儿 气流便消散了 边缘升起了牢牢的屏障 将烟雾阻挡在内 屏障是君占天价起的 他没想到 两个小崽子竟还挺大 带场内烟雾散去 两人依旧稳稳地各站一边 君逍遥瞧见对方很高兴 难道不是来找自己报仇的吗 龙浩天一脸不屑 上一辈的恩怨 他可不想管 手握披风 刷得一下甩开 好不容易 能和突破天道枷锁的人族 胜体打一架 怎么能叫人不兴奋 身体内的能量骤起 龙浩天开始蓄力大招 强大的气息将脚下的石板崩裂 这一招 真龙困天 一条磅礴的巨龙冲天而出 在龙浩天的上空盘旋飞舞 就连空气 似乎都变得稀薄了 君逍遥瞧了瞧 面对全力以赴的对手 那自己也应当认真回应 手指掐绝 同样开始蓄力大招 这次所展示的 是所有人期待的荒谷圣体 君站天一眼看出 这是那个姿势 君逍遥口中念起法诀 太玄经 君家密传的至尊功法 以太玄玉器 凝结为刃 化作神兵 片刻功夫 君逍遥的周身 便布满了黄金飞剑 眼尖的路人立马看出 君家的兵法诀 传闻此诀大成后 灵气可凝聚成万千神兵 斩天灭地 君逍遥一声令下 万箭出击 龙浩天这边巨龙俯冲 朝着君逍遥而来 万箭对上巨龙 兵刃一把把插入巨龙的身体中 下一秒 巨龙破碎 龙身开始瓦解 顷刻间化作飞灰 消失在视野中 这就是传说中 打破枷锁的荒谷圣体 君逍遥的兵法诀正式完成 宛若一道激光 冲过龙浩天的身体 被攻击穿透的龙浩天 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下一秒 啪的一声 整个人跪倒在地 终有一日 自己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了 场地残破不堪 到处都是被冰刃划出的剑痕 君逍遥缓缓转身 鄙视结束 败者退场 人群变得喧闹 不愧是君家神子 天生英才 君战天礼貌又不识尴尬的微笑 不然 他神情一变 原本跪倒在地的龙浩天突然偷袭 君逍遥回头望去 雪花四剑 他是君家年仅十岁的神子 此刻 却能逼出龙族至尊献身 龙浩天跪在地上 心中有一道声音在蛊惑他 作为龙子 你不能输 宛若一只恶鬼 向着君逍遥袭来 龙爪一划 衣服破碎 君逍遥却没受伤 反倒是龙浩天的爪子断裂开来 对着突如其来的偷袭 君逍遥十分不解 一个旋风腿 做出回应 等他看到龙浩天的脸时 发现了奇怪的地方 眼神空洞 强行催动龙元 突破到神桥镜 这样做指挥根基不稳 并无益处 众人不明白为什么 下一秒 龙浩天再度袭来 就像不知疲倦的狂战士 这其中有问题 君逍遥轻轻一跃 踩过龙浩天的头顶 回头看去 发现龙浩天的身上 缠满了灵气的丝线 应当是有人在操控他 追溯源头 灵气的丝线蔓延到了天空 这样正好 右手能量汇聚 神像郑玉静 灵神之矛 一道光柱冲向天空 在即将接近的时候 被阻挡下来 喷的一声 长矛破碎 君逍遥满脸震惊 在他愣神的空档 龙浩天再次扑来 君逍遥摁摁着他的头 让他清醒一点 不过没什么反应 紧接着 他蓄力一击 火箭头锤来了个硬碰硬 龙浩天被撞飞 系统人性化的 在这时弹出提示 可以迁到了 忙了一整天 忘记了还有这茶 这次的奖励 七星至尊谷 三千体制排名前三十 能够越阶使用 至尊级大神通 上苍结光 闪耀的光芒 照亮了整个场地 众人没想到 这君家小子 天生至尊谷 君老头更是精掉下巴 他什么时候拥有的至尊谷 我怎么不知道 所谓至尊 就是那些站在荒谷 先遇巅峰 不朽不灭的存在 君逍遥抬头望向天空 一道龙影盘旋于云层之上 龙族至尊 君逍遥心思了然 想杀自己 却拉不下脸 亲自动手 于是拿小辈当玩物 早闻我家老爹圣人静 守思龙族至尊 今日 我便紫城赋业 灭了你这藏头鹿尾的大泥丘 上苍结光青涉 将藏在云层中的龙族至尊 显露出来 光芒灼烧着他的灵甲 还没想到 一个十岁的小孩 竟能逼出他的身形 众人也都明白了 难怪那龙子敢来挑衅 背后竟有至尊作证 不过 君家神子以真灵静的修为 逼得一位至尊献身 幽龙现身 打算将事情到此为止 君萧瑶呵呵一笑 先来君家挑起事端 又用下作的手段针对 现在轻飘飘几句话就想结束 真是好大的脸面 幽龙紧紧盯着他 君萧瑶表示 今日 他便要紫城赋业 图了他 幽龙怒怒圆争 释放出威压 弱一些的人 已经跪倒在了地上 可君萧瑶丝毫不受影响 幽龙这下慌了 真临近的小鬼 能承受住自己的龙威 君万劫从一旁站了出来 准备动手 君站天却拍上了他的后背 朝他摇了摇头 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传入在场的所有人耳中 众人抬头望去 屋顶上 一道光芒骤起 幽龙发现情况不妙 没等他反应 一道光芒袭来 一只手臂便被斩下 就像萧黄瓜一样 断臂砸在地上 引起兵科的讨论 君萧瑶回头望去 来者十八世祖 一手抓起了龙浩天 他本可以带着这只小鬼安然离开 但却选择了在军家出手 幽龙一声怒吼 君十八 你难道敢杀他 君十八神情平淡 不只是他 你也一样 君逍遥的 等自刚说出口 就听见咔嚓一声 脖子被拟断 幽龙见状 直面冲来 你这是想掀起 君家和祖龙朝的不朽战吗 君十八手掌一挥 一点也不在意 君家屹立先遇无数年 可不曾怕过谁 光刃划过 幽龙被斩断 路先见绝 一见斩龙 君十八吩咐君占天 让他把黑龙烤了 招待宾客 宾客们犹犹豫豫 吃了得罪祖龙朝 不吃就是不给君家面子 难罢 君十八这时向着众人表示 君家有十大序列 各个都是绝世天骄 但在十大序列之上 还有一个位置 剑斩祖龙朝龙子 硬扛幽龙准至尊 神子君逍遥 正是君家新的零号序列 虽然君万杰已经隐隐猜到了 但他的神色还是变了 众人觉得理所当然 毕竟身怀至尊骨 还有突破枷锁的荒骨圣体 此时的君逍遥 却一直望着上方 目光落在了龙浩天的身上 直到龙浩天被甩下 君逍遥看着地上的龙浩天 不知在想什么 君十八告诉他 这小子体内 还有尚未炼化的龙元 将其取出 自行炼化吸收 对你大有弊意 宴会结束之后 再来见无 君逍遥没说话 静静地站在原地 生辰晚宴 一下变成了龙肉评奸大会 对此 他们都有不同的看法 洛璃一脸嫌弃 都是欣慰 另一边 福伯卫叶星云也端了一盘 对身体有意无害 看着盘里的龙肉 他实在是下不去口 君逍遥找到君站天 想问他一些事情 还没开口 君老头就知道了他的来意 他直接给出答复 逍遥并没有参与序列争夺 零号序列 是出生时 十八祖亲自指定的 虽然没说话 但有些地方 已经表达了君逍遥的情绪 君老头知道 这对于他们来说 或许不公平 所以 他们可以随时发动 序列争夺战 唯有此事 十八祖不会插手 君万劫心思了然 向君老头道谢后离开 虽然乖利 但不是笨蛋 要是现在何逍遥打起来 君家连可真是丢打了 紧接着 君老头又问向逍遥的去向 侍从告诉他 神子去提炼龙园了 看样子 可能直接突破境界 君老头还吃着嘴里的龙肉 可突然意识到不好 得赶快找到他 真灵到神桥可是个大跨越 另一边 君逍遥吹着晚风 君灵龙问起龙浩天的尸体 君逍遥拿出一个盒子 让他帮忙找个地方埋了 他看出来 君逍遥有些低落 在别人看来 他或许是该高兴 可是 这个世界 人命好像不值钱 君灵龙没什么感觉 大争之士 弱肉强食 强者为尊 他既然赶来君家闹事 自是做好了失去性命的准备 所以不必戒怀 但弱肉强食 那人和野兽又有什么区别 君灵龙没说话 微微一笑 他的思维方式 简直不像这个世界的人 如果您对这个世界的法则不满 那就只能成为至尊之上的至尊 天上天下唯一的大地 只有这样 才有改变法则的能力 君逍遥微微一笑 认可了这个说法 自己既然得到了现在的一切 那就终归是有理由的 天上天下 三千世界 我为大地 方德逍遥 君灵龙一乐 眼前的一切似乎不一样了 他所占的位置 正是顶峰 下方 是万人朝拜 眼睛一阵刺痛 这是七窍玲龙心窥见的未来 这么说 他真的成功了 君逍遥回头瞧见他 看他脸色似乎有些差 君灵龙摇了摇头 表示没什么 君逍遥跳到一旁 准备吸收龙园 境界应该会提升 一会儿会有雷结 他让君灵龙先离开 免得被伤到 顺便准备一套新衣服 君灵龙点头答应 他来到一块空地 立马就准备开始了 刹那间 天空雷声滚滚 君占天一瞧 劫云已经到来 杜劫已经开始了 天空一声巨响 神子闪亮登场 神像镇欲进 这门神通 共有四番变化 穿透万物的最强攻击 名神之矛 阻隔万物最强防御 名神守护 其极如风的至高身法 恶魔之意 以及炼化世间万物的 地狱熔炉 那如果用这攻击最强的矛 来攻击防御最强的盾 那会是怎样的结果 金光骤起 灵气四溢 众人发现 是君家神子 在杜荒谷圣体之节 就这么一会儿 君小孩直接变身君帅哥 他抬头望向天空 杰云依旧盘旋于空 下一秒 天空亮起一道光芒 一只巨像冲天一叫 杰云就被拍碎了 地面洒下月光 之前的哪一位天骄 不是战战兢兢 身怕陨落 这大争之事 怕是要变成 君家神子一人的舞台了 丹田汇聚灵海 脑中构建神功 肉身幻化真灵 完成这三个境界 便可在体内搭建神桥 不过还差一点 大半天节之力与龙园 都被至尊骨吸收了 思索了一番 君逍遥打算找些天才地宝 将这骨头滋养一下 君灵龙这时将衣服送来 来得正好 宴会结束后 他打算离开天地宫 四处游历一番 让君灵龙帮忙想想 哪些地方值得去 现在该去见老祖了 红州 祖龙巢 小妖门趴在地上瑟瑟发抖 他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会让无上至尊如此动怒 一旁有人让他消消气 发怒也没用 难不成杀上君家吗 龙老头很生气 真当我祖龙巢 是任人揉捏的路边野狗吗 君十八世君家出了名的疯子 要找他报仇 太难了 另一人表示 既然他能杀我龙子 我们何尝不能杀他君家序列 那个荒谷圣体的小崽子 也该入室了 众人讨论 要不要将此事告知傲天 一人摇了摇头 他在闭关炼化第五颗龙园 等他炼化完七颗龙园 加上地龙之血 哪怕君家那绳子 亦可随手诛杀 君家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开完龙肉party 叶星云踏上了归途 福伯问起他此行的收获 叶星云觉得 君家神子身怀荒谷圣体 以及两种超绝体质 却没有因此巨傲 甚至对他以理相待 这么一笔 自己真是个废物 福伯有些担忧 到心崩坏了吗 叶星云抬头望向天空 他也没打算放弃 自己还没有资格 成为他地路上的绊脚石 但有些事情 总得靠自己去争取 福伯笑了笑 能这样想 已经很不错了 朋友的朋友向你寻求帮助 你的选择是 在那之后 君逍遥来到了君家祖地 君十八见他突破了 满意地点了点头 气宇轩昂 果然有大帝之姿 紧接着 君十八问向君逍遥 他年你若成为天帝 当如何 沉默一顺 君逍遥给出答复 自当镇压一个时代 镇杀世间一切敌人 但若仅是如此 那未免太无聊了 从古至今 每一位大帝都能做到如此 君十八静静地看着他 我为天帝 必将开创一个镇谷朔经 超越所有人想象的新时代 一个有手机 有网络 钢铁驰骋于大地 凡人亦可触摸星辰的时代 不过当然 后半段话他没说出来 君十八微微一笑 真是有趣 紧接着 他来到君逍遥身旁 问他 想学路先见诀吗 君逍遥一惊 难道是之前士祖 一剑斩幽龙至尊的剑诀 君十八当起了小百科 剑乃百兵之军 荒天仙玉的剑诀 好如烟海 而位列其巅峰的 则被世人称作五大神诀 君家路先见诀 正是五神诀之一 问题在于 路先见诀的威力有多强横 就同等的有多难学 因此 这门诀学并不对普通族人开放 以免他们耗费数十载光阴 却连门槛也摸不到 如今君逍遥即将出门闯荡天下 这就是赠予他的底牌 待君逍遥谢恩 君十八开始讲解 路先见诀 总共有三事 第一是仙玉 乃法力之剑 针对肉身躯壳 第二是仙灭 乃灵魂之剑 针对神功元神 最后一是路先 乃是灵肉合一之剑 也是他斩杀幽龙至尊那一剑 学会了第一事 便可出山闯荡 从此往后 问题都该自己解决了 不可能每次都会有 老头子在背后撑腰 君逍遥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了 三个月后 天地攻仓库 神字的鹤里 在君灵龙的帮助下 很快完成了分类 与其说是侍女 倒不如说是管家 其中的一份贺礼 有点不一样 是写给君灵龙的信 家父重疾在身 无力参加君家神子十岁宴 君家贵为荒谷 无上世家 恳请赐不死之药一株 以救我国之君 亿万黎明 诸却谷国愿以国相报 君灵龙待在原地 想起了那个人 就在这时 轰的一声巨响 君灵龙扭头望去 是君家祖地的方向 冲天的一道光柱 几乎被所有人看到 君灵龙一愣 这是神子 君老头第一眼看去 还以为是十八祖 其他几位祖老分析 剑盲虽然强横 但还达不到十八祖的高度 所以说 应该是逍遥 来三个月 就学会了 到底是个什么妖孽 君十八惊讶中带着兴奋 一见串云惯日 真不愧是君家的小妖孽 当年他参悟这是仙语 可是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真是没想到啊 那现在 是时候 去创造属于你的时代了 结束了三个月的训练 终于可以外出闯荡了 君逍遥 正想着 小林子有没有帮他选好地方 顺便和君占天辞行 然后君老头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简直和小林子一样 喜欢神出鬼没 等了这么大的动静 君老头过来看看 君逍遥表示 勉勉强强学会了第一事 君老头一阵感慨 在眼皮子底下长大 竟然没发现 藏着一块至尊骨 君逍遥尴尬地解释 自己是最近才发现的 可见你孙子是个 欲强则强的宝藏男孩 君老头说起正事 他这次来 是来告诉他 身怀两种顶级体质 修炼起来 也需要付出双倍精力 特别是荒谷圣体 除去出生时的万圣朝拜 还蕴藏着五种尚未觉醒意象 还需你自己参悟开启 但老头子知道 哪里能加快领悟 君逍遥一惊 立马变身爷爷的青青小宝贝 君占天把他扒开 认真的告诉他 这其中的关键 就在于盘武神朝 那是一个不朽神朝级别的顶级势力 他的开创者 乃是盘武大帝 传闻 可能同盘武大帝有关 君逍遥记得 韩武神朝 不会轻易让别人进入他们的秘境 君老头哈哈一笑 所以说 只是告诉他有这个方法 实在不行 强闯也是可以的 果然 老君家这股霸道劲 是一脉相承的 君逍遥表示他记住了 如果有机会就去看看 系统弹出新千道地点 韩武灵 到现在 有两个千道地点 走着走着 他看到了坐在亭子里的君灵龙 于是朝着他打招呼 你不会是在等我吧 君灵龙微微一笑 这是一个侍从的职责 君逍遥对他正常的反应感到不适 应该是有话说 沉默一顺 他拿出一个 预检地给君逍遥 他的确有事相求 君逍遥皱了皱眉 说了 不喜欢别人唐突下跪 不过他 还是接过看了 看完 他大概了解了事情缘由 不死药 他的确不差 给一珠也不是不行 系统在这时弹出 新的千道地点刷新 朱雀古国皇宫 坐骑大舞台 有胆你就来 请为你喜爱的坐骑 头上宝贵的一票 神兽对此十分不懈 并表示自己是内定的 朱雀古国皇城中 一个男子躺在床上 面容憔悴 时不时还在咳嗽 此人是朱雀古国的国主 他提醒身旁的女儿 拜玉儿 不死要强求不来 不要为此委屈了自己 拜玉儿安慰着父王 让他不用担心 并表示自己 一定会将他治好的 此时 一位侍女步入 向着两人禀报 青龙古国的皇子 正在偏殿等候 听到青龙古国 国主更加动怒 让侍女将那个混账东西 赶出去 玉儿让父王不要慌 自己会应付他的 天殿中 一位长发男子 正在驻足等候 此人是青龙古国大皇子 萧辰 拜玉儿向着他行礼 他告诉玉儿 两人之间不必如此身份 几天不见 又憔悴了不少 寒暄几句 萧辰表示 待二人大婚之日 必会奉上不死要作为聘礼 拜玉儿微笑感谢 心中无语 但愿你们真的那么大方 回去的路上 阿珠在一旁骂骂咧咧 陛下分明是和青龙国主 一起探索秘境十重的路 他们却以此要挟殿下联姻 还装得一脸深情 拜玉儿一脸冷漠 让他近身 隔墙有耳 更何况 这种空旷的事外 阿珠瞬间泄起 真是为殿下感到不值得 拜玉儿此时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倘若真的和青龙古国联姻 朱雀古国 就会彻底陷入被动 祖上传下来的基业 迟早被青龙古国吞掉 难道真的没有出路了吗 无巧不成书 一个侍卫急匆匆赶来 说是有急报 君家回信了 在玉检城上 拜玉儿急忙拿过 看到是玲珑的回信 心中一喜 父王这下有救了 君家天地公 君逍遥神情严肃地站在前方 一会纠结这个 一会纠结那个 君玲珑和他一脉的互道人花婆婆 站在后方 也没看出了所以然 他正在挑选去火州的座棋 花婆婆认为 凭他神子的身份 自当嫁九龙非年 怎么会挑选异兽 君玲珑给出的答案是 他不想太高调 也不是怕麻烦 之前 他向君逍遥提起过附庸势力 君家 每位序列背后 都有属于自己的附庸势力 就连第十序列军杖剑 背后也有听命于 他的古剑宗 朱雀古国近年来国力剑衰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皇女拜玉儿 身负朱雀神火 再年轻一代 也算是天骄 君逍遥扑呲一笑 你不会只是在为小姐妹求情吧 君玲珑无话可说 可怜兮兮地贪坐在地上 自己对神子一心一意 又怎会为了区区外人 坑骗神子的不死药 君逍遥突然严肃起来 他也不想什么鼠辈都收入麾下 配不配地上这不死药 还要亲眼看看 君玲珑点了点头 神子的做法总是异于常人 看样子 自己窥见的未来 说不定也是真的 可还没想象完 现实就给了他一棒锤 君逍遥选好了坐骑 神兽草泥马 满脸都是不屑两字 君玲珑无以复加 浑身上下都透露出拒绝 君天地语录第一条 我是最帅的 出发前 君玲珑提起了一件事 需要君逍遥定夺 是关于蓝青雅的 她被暂时关在了地牢中 祖老吩咐这件事由神子处理 君逍遥想起来 是那个吵闹的小姑娘 她转头问向君玲珑 觉得自己应该如何处置 君玲珑很平淡 勾结外族 为货君家 按照族规 当储者行 因为君逍遥没听过 君玲珑向着她解释 就是将醉人的四肢 分别钉在木桩上 还是这些吐住完点花 紧接着 她让君玲珑取笔指来 听到她正经喊自己 估计是有什么正经事 君逍遥一脸得意 君家有她 何仇不出大地 下面的话 可是未来大地的语录 君逍遥边说 君玲珑边记 对于像蓝青雅这种 一上头就干出蠢事的臭小鬼 君天地语录第一条 不叫而杀 为之虐 君家地牢 蓝青雅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地 见到有人来 眼睛动了动 见到君玲珑 呵呵一声 她要求不多 只希望给她个痛快 君玲珑没回答她 表示自己只是来传达处罚 蓝青雅 勾结外族为伙军家 神子罚你常跪天地公外一年私过 这一年里 不论遇到什么 都不能离开 一年后 恩怨结清 你将被逐出军家 军家也不会再找你麻烦 若仍对神子心怀怨愿 就自行修炼 向他提出挑战 他不会拒绝任何人的挑战 若你仍不思悔改 继续勾结外族针对军家 那么他会踏凭你勾结的任何势力 然后亲手杀了你 另一遍 君杖剑还有些担心之前的事 君雪皇告诉他 神子并没有在意当年的事 何必苦苦戒怀 君杖剑没说话 陷入沉思 君战天这边 觉得君萧瑶还是太心软了 一旁的祖老认为 与其说心软 不如说是在这天下皆霸道的时代 走纳万民臣服的王道 君战天摇了摇头 王道难于霸道 这世上 可没几人能真正做到万民皆福 朱雀古国皇宫内 拜月儿见到了君灵龙 十分高兴 两人可是好久没见面了 到头来 还是得靠姐妹 男人根本靠不住 君灵龙让他可别抬举了 麒麟不死要有 但不在自己手上 拜月儿没听懂 君灵龙向着他解释 他的君主说要亲眼看看 这个国家值不值得拿出不死药 所以没有一起过来 拜月儿没想到 会有人让君灵龙心甘情愿追随 君灵龙不免尴尬 等见到就知道了 与此同时 皇城的某处酒楼中 君逍遥正喝着小茶 美中不足 就是有人正在闹事 殿小二被抓着脖子举到了空中 这么好吃的东西 你觉得不行 那你就去吃壁骨丹吧 瞧着横行霸道的模样 一看就是反派小炮灰 小二被掐得说不出话 呼吸都困难了 这时 又有一只手掐上了掐人的手 局势一下就变得不一样了 对于朱雀石的贸然出手 青龙石很不满意 朱雀石神情平淡 觉得为这种不入流的小四动物 不值当 既然饭菜不可口味 换一家就好了 见朱雀石帮忙说话 青龙石也不好再为难 手一撒 小四掉在了地上 回头恶狠狠地告诉小四 是看在朱雀石的面子上 饶你一次 边走边吐槽 说什么饭菜难吃 君逍遥啃着手里的羊排 一脸鄙视 真是山猪吃不来细糠 不懂得品贱美味 在青龙国的人走后 朱雀石询问着刚刚那小四的伤势 掏出了一些金条交给了他 让他再忍忍 一切都会过去的 小四擦干眼泪 点了点头 看见了这茶的君逍遥没说话 似乎在想些什么 不一会儿 美味的大份 讨阳排上桌了 君逍遥借此向着小四问话 刚刚那群人在皇城都敢嚣张 难道国主不管吗 小四一声叹息 讲起了事情的缘由 国主前些年和青龙国主 一同探寻秘境 结果不慎被太古妖兽九煞蛇所伤 此后身中剧毒 卧病在床 飞麒麟不死药不可医治 恰好青龙国主手中有一株不死药 他承诺赠予此要 条件是皇女与他们联姻 刚刚那群人 就是青龙谷国大皇子的手下 君逍遥赤着手里的阳台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 青龙谷国都不是好东西 皇女殿下都在忍辱负重 那他们也会想办法忍耐 皇女值得尊敬 毕竟身负朱雀神火 预料之外 朱雀神火在三千体制中 似乎也算不上翘楚 男子一脸骄傲 他们是朱雀神鸟的子鸣 朱雀神鸟 生于烈火 君逍遥微微一笑 似乎明白了 在这之后 他来到了皇女的寝宫 面对突然出现的君逍遥 侍卫一脸猛 君逍遥也不解释 一个闪身 就越过了二人 两人瞧见对方可能是高手 果断喊来大批侍卫 不过片刻 他就被侍卫团团包围 君逍遥见状 自爆家门 侍卫一惊 仍不愿让步 就算是军家 也不能擅闯 他没想到 这侍卫还挺有骨气 感受到气息后的败月 匆匆赶来 让侍卫赶快驻守 他一阵惊慌 没想到还是来晚了 他最终 成为了居家旅行 杀人灭口必备工具人 在此之前 君逍遥就找败月谈过 逍遥虽然年少 但性情怪癖 很多时候 连我也搞不懂他在想什么 所以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 他不会因为你是我的朋友 就高看你 也不要指望我会为你求情 我若开口 只会徒增他对你的反感 想要得到不死药 只能靠自己去争取 败月既担忧又恐慌 阻止侍卫后 他向着君逍遥拱手 低头道歉 君逍遥站在不远处 观望着小林子的好闺女 听他这口气 是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来 他十分平静 既然知道我为何而来 却没有提前知会手下 看样子是并不欢迎我的到来 说吧 君逍遥转身白手 是君猛唐突了 这就告辞 败玉而见情况不妙 直接跪在了地上 磕头向着君逍遥认错 只要能给他一个机会 君逍遥回头望了一眼 用力量将他托起 异国皇女在子明面前 向外族跪下 成何体统 异地 响指一打 君灵龙出现在身后 君逍遥准备给他一个机会 工具人灵立马准备妥当 君逍遥坐在椅子上 给了他一盏茶的时间 用来说服自己 败玉而有些紧张 述说着本国的实力 如若能赐不死药 朱雀谷国皆为公子所需 听完 君逍遥一声吃笑 君家锁住黄粥 离火粥大上百倍 就连周围的稻粥 也在君家掌握 那小小火粥 又有何用 神情停滞一顺 败玉而表示愿意 侍奉公子为主 只求次药 听到这番话的侍从不淡定了 纷纷开口阻止 君逍遥这时 指向一旁的小林子 此人端茶到水 洗衣蝶背 杀人放火 谋财命样样精通 你觉得他能被取代吗 败玉而 听完一阵惊讶 这显然是不能的 君逍遥一声怒 不要以为出卖身体 就能换来利益 说完 他只出一条名路 毕竟自己也不是什么魔鬼 这个国家的子民 都很敬重你这位皇女 但他不确定 你是否值得他们敬重 正所谓名为邦本 本不邦名 若你们朱雀皇族 是连自己子民 都无法守护的废物 又凭什么 将珍贵的不死药 浪费在你们身上 君逍遥给了他三天时间 让他改变自己的主意 如若不能 那只能说明 与不死药有缘无分了 败玉而没说话 静静地看着两人离去 两人走在街上 气氛些许尴尬 君逍遥瞧他那样子 一看就是不高兴 压抑和低沉相互交织 君逍遥忍不住开口 不会是因为为难你的小姐妹 然后生气了吧 君玲龙一脸冷漠 岂敢岂敢 只不过 我没有杀人放火 也没有谋财害命 就算是神子 也不免有一颗八卦的心 败玉而好像是下定了某个决心 但又不知道对不对 贸然行动可能会给朱雀谷国 带来王国之威 他父亲静静听他说完 让他放手去做 自己永远相信他 神火不灭 朱雀不亡 君逍遥倚靠在围栏边 手抚古情 君玲龙不曾想过 他居然还会弹琴 君逍遥给出的答案是 不会 他反问小林子 小林子表示会一点 系统提示他 在朱雀谷国的签到任务 完成了 是一个四星奖励 君逍遥微微一笑 让他抽空教教自己 小林子没想到 他会对弹琴感兴趣 对此 君逍遥决定 不仅要学弹琴 还要学跳舞 然后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 全是小林子听不懂的现代词语 想到他的好闺蜜 也不知道会想什么新办法 小林子也不太确定 不过 他的性格远比他现在的表现 更加张扬 就在两人交谈的时候 身后突然出现一阵苍老的声音 花婆婆有事情 要跟两人交代一下 小林子的好闺蜜 带着修书 去找青龙谷国的大皇子了 君逍遥听到这消息 兴奋得不得了 退婚留大戏 这怎么能错过 戏台子这边 萧辰听到拜玉儿提出的退婚 脸色阴沉 这个玩笑可一点也不好笑 拜玉儿也不磨叽 说完就让萧辰赶紧离开 他日 自己会亲自上青龙谷国赔罪 萧辰眼神阴密 觉得这是在羞辱自己 拜玉儿不卑不亢 说出了自己的心中所想 三年的婚期 父王根本就撑不到那个时候 还有他的手下 日日在皇城中 折辱朱雀子民 这本身就是在羞辱朱雀谷国 说完 啪的一声 拜玉儿将自己的底线 甩在了他的脸上 萧辰轻轻轻抱起 有了后台就是不一样 他知道几天前 君萧瑶闯入寝宫的事 因为不知道身份 以为他是拜玉儿的小情人 甚至出口辱骂他 说完 两人沉默在原地 君萧瑶隐没身形 站在一旁吃瓜 这位老哥的脑补能力很强 不知道拜玉儿会如何回应 片刻的沉默后 拜玉儿率先开口 本来以为你是斯文败类 现在却发自内心觉得 你很可怜 萧辰轻轻抱起 似乎马上就会爆炸 拜玉儿十分沉着 作为一个男人 套一想和侮辱 来挽回可怜的自尊 既可怜又可悲 这下子 萧辰是真的绷不住了 直接动手 才几句话 就被破大房 拜玉儿被攻击打中 重重地向后摔去 出手后 萧辰的脑子逐渐回归 不过好像晚了 君萧瑶看完了整个流程 拜玉儿搭拉着头 靠在墙边 受伤不清 当遇到疑惑的问题时 他会夸一句 世界真奇妙啊 萧辰眉头紧皱 拜玉儿既没防御 也没闪躲 不知道他想干嘛 一旁吃瓜的君萧瑶 看了看 估计脏腑都被震碎了 但情况却并非想象如此 拜玉儿的身旁 燃起朱雀神火 将四周照亮 他的头脑十分清晰 刚刚那一掌 两国的勤奋就此结清 这里已经不欢迎你了 请你离开 大皇子殿下 萧辰恼成怒 一道攻击再次向着他打来 神火运转 拜玉儿出手准备抵挡 可事情却出乎预料之外 两人不约而同地 看向同一个地方 萧辰的手被紧紧地握住 君萧瑶出现在两人的视野中 拜玉儿的回答 说服了他 拜玉儿顿时喜笑颜开 向着君萧瑶道谢 对于萧辰来说 君萧瑶的突然出现 无亚于拦路虎 君萧瑶笑着看向他 自己可是路过的小情人 是不是很意外 萧辰听得火冒三丈 一记苍龙破天拳 向着二人袭来 势必要将这对狗男女给消灭掉 可龙族对于君萧瑶来说 无疑是个雷点 见到就会觉得心烦 一招劫龙手顺势而出 萧辰下出表情包 整个被先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地上 喝出82年的老血 拜玉儿惊讶无比 仅是一击 萧辰就毫无还手的能力 他走到君灵龙身旁 向着闺蜜打探君萧瑶的情报 君灵龙告诉他 神子目前的修为是神桥晋后期 拜玉儿一阵头脑风暴 根据几人目前的修为 做出了对比 这样这样 然后那样那样 得出结论 整个人一惊 抄了两个大境界 才十岁 就看起来这么大只 这个世界 真的很奇妙呢 萧辰从地上爬起 整个人狼狈不堪 为了找回场子 外衣一甩 准备开大招 雷电环绕周身 发出劈啪的声响 境界逐渐从神宫四重天 攀升至六重天 君萧瑶一丑 没想到这小子还有龙气加深 看样子机缘不小 萧辰恶狠狠地盯着他 仿佛要将他撕碎 青龙天作印从天而降 出现在他的头顶 君萧瑶对此不屑一顾 并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真龙困天树快速浮现 伴随着一声嘹亮的龙吟 直袭萧辰面门 他呆呆地站在原地 看着眼前的攻击 紧接着 就是一声冲天的巨响 回荡在朱雀王宫 既然要把他内衣阻击 那还是不要在自己的地盘 会有风险 应该带到外面 这样更稳妥 萧辰躺在坑里 脑袋宛如一团江湖 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回想起那一声嘹亮的龙吟 他终于想了起来 眼里流露出一丝愤恨 他彻底输给了君萧瑶 君萧瑶站在上方 就好像在看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 那眼神就像一把利刃 插在了萧辰的自尊心上 他跃出土坑 向着君萧瑶袭来 他不需要别人的怜悯 君萧瑶微皱眉 手指向下一指 金色的武器出现在萧辰周身 正准备动手 身后的败玉儿 让他手下留情 君萧瑶瞅了一眼 心中微微不爽 萧辰呆置在原地 败玉儿尴尬地招了招手 萧辰如果死在朱雀皇宫 可能会有些麻烦 还是扔出去再打吧 萧辰怒目原睁 向着败玉儿咒骂 君萧瑶微微一笑 这当然可以 他举起右手 萧辰被隔空举起 愤怒之余 是无比的惊讶 没想到君萧瑶能做到隔空设物 手掌轻轻一抓 向后一扯 龙器被抽出萧辰的体内 瞬间聚拢在君萧瑶手中 萧辰朝着他叫萧 把龙器还给我 君萧瑶不为所动 掌心一捏 萧辰发出惨叫 君萧瑶报出大名 和自家地址 告诉他想报仇随时欢迎 说完 萧辰就被扔了出去 化作一道流星 闪过天际 没多久 又从天上落下 摔到了街上 不明所以的路人走近围观 发现好像是青龙谷谷的大皇子 纷纷出口嘲讽 肯定是被皇女打的 与此同时的拜玉尔 慌得一批 虽然事情顺利解决 但有一点点特别 君萧瑶让他别害怕 只是费了经脉 还没死 而且据他观察 萧辰的身上 应该还有些机缘 所以不用担心 迟早会爬起来的 紧接着 他看向手中的龙器 没多想 甩给了拜玉尔 拜玉尔拿着手中的龙器 有些不知所措 君萧瑶看着他 青龙行墓 你行火 以墓生火 这龙器 当能助你突破真灵境 拜玉尔微微发愣 向着君萧瑶道谢 君萧瑶看着他 先别急着谢我 带我去见你父亲 拜玉尔一改常态 整个人神采奕奕 走在前方 为君萧瑶带路 一个戒指或者项链里 都住着一个神奇老爷爷 他会为你提供耳工秘籍 而你要做的 则是隐忍 给国主整脉的 御衣眉头警索 病情逐渐恶化 如果再寻不到 麒麟不死药的话 恐怕无力回天 闻生 皇帝缓缓睁开双眼 看向一旁的大臣 准备起草诏书 将国主之位传给玉尔 大臣想说什么 却欲言又止 就在这时 拜玉尔踏入房间中 并带回了一个好消息 国主见状 在搀扶下缓缓起身 在拜玉尔身后 还有一个从未见过的身影 疑惑间 他开口问向玉尔 拜玉尔在一旁介绍 是君家的逍遥公子 国主闻言一惊 难道是前段时间 硬抗幽龙的灵号蓄令 没想到他会亲自过来 于是连忙起身 准备行礼 君逍遥让他不必如此 正说着 手中金光浮现 出现四珠不死药 既然皇女通过了他的考验 但他会信守承诺 赠予一珠不死药 国主神情微变 每珠麒麟不死药 都会引起荒天鲜玉动荡 而君逍遥手中居然有四珠 看样子荒谷世家的底蕴 果然非同一般 君逍遥拿出不死药的同时 提出了败玉儿答应的承诺 国主闻言并没有多想 目光缓缓一向了败玉儿 败玉儿没解释 只是向着他点了点头 既如此 他没有犹豫 单膝跪在君逍遥面前 并向着他承诺 朱雀谷国愿为逍遥公子效忠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君逍遥微微一笑 很满意这个结果 另一边 消沉狼狈地走在街道上 四周传来人群的嘲笑声 他就这样一步一步向着前方 没有理会直言片语 直到走到郊外 冷风吹过 原本一成不变的面容 却在此时渐渐扭曲 牙齿发出摩擦声 接着 是他奋力的一拳 抨击在枯木上 他如今遭受的一切 都是因为君逍遥 心中的愤恨 将整个人填满 一拳接着一拳 不知疲倦 直到枯木倒下 打不赢君逍遥 只能找出发泄了 回过头来 消沉喘着粗气 感觉自己像个白痴一样 可突然 一道声音传入脑海中 我青龙骨骼的后人 都如你这般没有志气嘛 消沉一惊 附近明明没人 不知道声音来自 在他的脖子上 锁挂的纸环 发出一道亮光 随后 他整个人全被光芒包裹 一缕气息从纸环中飞出 在他面前汇聚 消沉看着眼前的景象 愣在了原地 光滑散去 面前是一个老头子 开口便倾吼一声 后人已经将老父遗忘了吗 得到一个老爷爷 那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觉得此人有些眼熟 青龙骨骼有一尊雕像 和他很相似 那是青龙骨骼的开国老祖 青龙上人 消沉立马便恭敬 向着老祖行礼 老头在数年前 便已苏醒 察觉到消沉是 青龙骨骼的国运之子 往他体内输送了不少龙气 这下倒好 直接让别人白嫖了 提起这事 消沉就来气 如果老祖插半只脚 就能踏入至尊 方才为何不直接出手震杀 君逍遥 老祖仿佛看见了智障 先不说自己实力实不存一 何况那君逍遥 你可知他是谁 萧尘消息闭塞 以为君逍遥 只是黄州军家的子弟 老祖一声叹息 以自幼天资出众 却困于眼前的一米三分地 消息还没他这个 蹲在戒指里的元神灵通 君逍遥乃是军家神子 零号序列 前不久 军家老祖才灭杀了 与他同届的幽龙至尊 军家代代多出疯子 若是对他出手 不过半日 青龙国就会被军家 夷为平地 听完 萧尘的眼神变得暗淡 若真如此 岂不是一辈子 也无法报仇血恨 老祖让他别庆 作为国运之子 自己断然不会 让他如此暗淡收场 虽然全身经脉被废 却是俘获相依 然后萧尘得到了功法传授 青天化龙绝 青天化龙 不破不立 萧尘下定决心 今日之仇 他日必将百倍奉还给君逍遥 一个月后 君逍遥绝大多数时间 都在修炼 而就这么短的时间 境界就提升到了 神桥境大圆满 败玉儿连连惊叹 这修行速度 真不是常人能比的 君灵龙告诉他 相比之前 他现在的速度 已经很慢了 应该是耗费更多时间 去修炼了路仙剑绝 片刻后 君逍遥缓缓睁念 问两人有什么事 君灵龙掏出一块玉符 君家传信 是仗剑公子寄来的消息 脑袋突然短路 君逍遥忘记了此人 想了一会儿 他才记起来 是那个粗眉毛的小子 回过神来 他让小林子直接念 玉符在手中发出亮光 神子静起 南原道州异象显露 有至尊气息弥漫 若无意外 当为原天至尊密藏出世 特此告知 仗剑静上 君逍遥听完 流露出一丝疑惑 这家伙 如今怎么变得如此客气了 小林子认为 应该是因为蓝清雅的事 他觉得你帮他解了围 所以想报答你 君逍遥点了点头 既然是足兄的好意 那他就收下了 顺便让小林子被车 他要乘九龙玉年 前往南原道州 待小林子离开 他问起拜玉儿 国主现在的情况 拜玉儿回禀他 服下不死药后 身体已无大碍 此时正借助不死药的药效 闭关尝试突破圣境 实在是没想到 看起来病奄奄的国主 竟然是位准圣 真是人不可貌相 君逍遥交代了几句 让他好好处理国事 傲心不可有 傲骨不可无 若有急事 竟可传输玲珑 我君逍遥的人 绝无受人欺辱的道理 半路出现一个美女 男配二话不说 那就是一个开救 昆州 乃是荒天蝎玉三千道州之一 此州地处偏僻 环境平级 流寇横行 妖兽掠天 显然是一片被遗弃之地 但也正是因为此地凶险 成了一处小有名气的历练之地 许多道统势力的弟子 都喜欢来昆州历练 而我们的姓女儿萧尘 正是其中之一 他所处的位置 周身的气息突然暴涨 手掌画掌 横空探出 一记青龙四天手 从妖兽身上划过 直接生猛地 将前方的一头妖兽 撕成了碎片 血雨飘飞 妖兽的血肉碎块 四下飞溅 青龙上人对此颇为满意 萧尘在短短数月之内 就将青天化龙爵 修炼到了第四重 修为更是提升到了神桥镜中期 不愧是他青龙谷谷的国运之子 萧尘表示 还得多谢老祖指点 另一边 一位白沙遮面的女子 正在被一群盗匪追杀 这群盗匪 是昆州小有名气的魔狼盗 看见美人 见色起义 于是开始了一场追逐战 萧尘站在远处 观望着他们的情况 青龙上人一眼看出 领头人已经达到了归一境 萧尘若有所思 神桥大城 灵肉相合 圆蓉归一 有这般修为 却在这荒芜之地自甘堕落 女子有些烦躁 向前急迟 洛飞自己无法动用修为 又岂会被这些阿渣泼彩缠身 盗匪头子还在后方不停地追喊 俨然一副要把他抓回去 当压债夫人的做派 而这时 空中越过一道身影 萧尘帅气下落 众人的目光落在他身上 眼神凌厉 给人一种不一般的感觉 女子疑惑一瞬 打量着突然出现的男子 他一开口 便让盗匪们赶紧滚蛋 盗匪头子不明所以 哪来的毛头小子 竟敢管我魔狼到的是 萧尘挡在众人面前 一动不动 盗匪头子刚准备继续嘲讽两句 一个巴掌大的拳头突然飞来 82年的鼻血狂飙 整个人飞出3.88米远 后方的小弟没反应过来 一个个待在原地 片刻后 才骤然清醒 他们的老大被揍了 抄起家伙 就准备报仇 萧尘眼中流露出一丝不屑 龙爪手下 小卡拉咪一个个被解决掉 没多久 场上就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他偏向一旁女子 问他有没有受伤 而头戴面纱的女子 没有回答 只是淡淡地询问着萧尘的身份 女生独自一人 可不要随便相信别人 因为对方可能不是主角 而是阴险的男配 根据青龙上人的观察 此女子怕是来历不小 她的身上 有能遮蔽探知的法宝 应该是某个不朽道统的天之娇女 和她攀上关系 或许在对付军家 神子的事上 大有必义 萧尘听后没有犹豫 向着女子介绍起自己 说完不忘提醒她 如果想在昆州历练 可去东南方的山脉 那边的落单妖兽 比起盗匪出没的荒野 终归是要好对付些 女子打量着萧尘 这名字 她似乎听过 青龙谷国的大皇子 出于礼貌 女子也告知了她自己的名字 五明月 接下来 两人一路在昆州相伴历练 言谈之间 已经算是很好的朋友了 就连对付妖兽 两人也配合得十分默契 一次深夜 两人坐在火堆旁烤鸡 萧尘将一只烤好的鸡腿递给她 五明月接过烤鸡 将头上的面纱接下 一副绝美的容颜 出现在萧尘眼中 整个人都看呆了 五明月笑嘻嘻地问她 看什么呢 萧尘心中越发肯定 这就是命中注定 败玉而抛弃了她 却不曾想让她遇见了更好的 她故意流露出落寞的眼神 叹了一口气 我只是想起了 我那复兴的未婚妻 然后一顿胡说八道 将事情扭曲 五明月听完 那叫一个怒不可遏 没想到 世界上竟有如此不可理喻之事 立马就打算帮萧尘讨回公道 萧尘满脸坚毅 自己的仇 理应自己去报 怎能依靠他人 说完 五明月对她更加钦佩 并表示你的事 就是我的事 不管你那仇人有何家事 她都无所畏惧 若她敢继续以示压人 我五明月定要让她知道 什么叫后悔 萧尘微微一笑 让她先吃些东西 太激动了她不好 而心中不禁得意 有盘武神朝长公主相助 看她还能得意多久 另一边 君萧瑶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不用想 肯定是背后有人在算计她 两人坐在车碾中 在空中飞驰 小林子瞧了瞧车碾外 他们已经到了 南原道州 道集天宗 南天城 下方 有不少人正在迎接她 君杖剑和君雪皇站在前方 君萧瑶没想到 还挺热闹的 君杖剑携君家子弟 一同拜见君萧瑶 脸忙的她思考了一会儿 她记起来 她是君杖剑 足兄不必多礼 你我既为君家子弟 何须如此身份 君杖剑感动无 神子竟如此宽厚 无计前嫌 前面的几人 她都认识 可后方这位前辈 她却没见过 老头介绍起自己 她是道集天宗的老道人 君逍遥记得 道集天宗老道人 据说位在宗主之上 两人一番客套 老道人身子一侧 住所早已备好 神子这边请